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還有找到一本合心水的寶 就決定重新整理一下我的學問筆記 大家可以參考我用的文具 筆記寶和寫筆記的方式版面 套用在你自己需要寫筆記 用來混集的方目 首先就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我會喜歡寫筆記 我真的見過有些學法在七眼之前 不斷揭一本書就已經是溫了書 如果你是這樣的學霸 你就進來這段影片 我很喜歡寫筆記 是因為覺得書的內容太多太散亂 當中有些可能是練習或者不重要的內容 溫習那時候就浪費了很多時間去過濾 而且揭書當溫習對我來說 簡直是左眼望遠右眼就忘記 感覺自己就好像變成一條 只有三秒記憶的魚 雖然有時候老師有些補充資料 隨手就拿一張廢紙來抄 不把這些資料和課本內容整理在一起就很容易忘記了 另外我還會有一本隨堂筆記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有些很喜歡在黑板上面寫重點 而考試日常會考的老師 每一次抽黑板都是爭分奪秒 因為分分鐘下秒鐘就被人拆了 結果就是這些字面的尺尺很肉酥 表面又亂 寫筆記為的就是把這三樣東西消化 離界之後以自己最舒服的方式來排版 文具方面當然不只得麥拉拉拉 比起傳統的螢光筆 它就沒有那麼刺眼 相信很多人都用著 這些就是我平時寫筆記的時候會用的文具 個人就比較喜歡紫色和藍色的配搭 接下來我就會說一下在這兩三年入面 我不斷層層靡靡 早中覺得比較適合自己的筆記簿 先簡單這樣介紹給我排除重點說明的 環間筆記簿 因為我的字比較肉酸 容易寫尾 變形 所以就拋棄了它 如果你的字好像打印機電腦印出來那麼漂亮的話 你也是可以繼續好好用它 我有用感而覺得可以推薦給大家的是 國語和無人的筆記簿 由我買入的信再開始介紹 這本是國語A5透明的活葉寶 我就很喜歡這種半透明磨砂封面的筆記 它的活葉夾好像抽屜一樣 一蚊就開到不會太浪費力 因為它的點線內葉是有橫角 不是只有點那種 所以我就唯有買它的方格內葉 附有五隻顏色的索印分格葉 拿著也不會覺得很重 不過後來我也是去了無人買它們的方格內葉 打算換了國語的紙 因為無人的紙比國語的便宜很多 當然我不會沒有原因就把它打入冷宮 我對紙的要求其實就有三點 第一就是用密碎筆寫東西的時候 不可以偷 國語在不過大這方面其實已經做得很好 即使我寫得那麼密密麻麻 但你也不會看到後面的內容 但是第二點 無人的方格內葉就贏了 就是它方格線的深淺 還沒寫之前你已經看到很明顯的分別 我需要方格是為了寫字的時候 方便將這些字對整齊 但就不希望線的顏色很明顯 不知道有沒有人同樣 都不是那麼喜歡一些格線太深色 線的顏色太深 反而就會覺得畫面好花 同樣都是方格葉 我就覺得無人的紙可以令我看字更加集中精神 最後一點就是用了圖櫃帶之後會很暗眼 過語紙偏灰白和圖櫃帶的顏色對比很明顯 我只一寫錯就忍不住想重抄一張 無人的紙就有少少偏奶黃白的顏色 這兩頁我也有用圖櫃帶圖過 但是畫面中是不是不太看得出呢 在我買了內葉紙沒多久 才發現無人重出了我最喜歡的磨砂點陣寶 幸好我的筆記重新整理 只寫了幾頁 由方格轉到寫點陣寶 都不會覺得畫差得人多一點 實說無人的方格和圓陣內葉出來的效果都很好 這兩頁是相同的內容 抽在兩種紙上一樣好看 我以為是完全無分別 否則我一直都不見無人有賣點陣的活葉紙 如果不是我一定會保留國語的活葉外殼 換上無人的內葉紙 國語這張羅山外殼活葉格 比傳統那種金屬甲 即是平時無人用開那些容易開關 我寫筆記會以課題來分頁 課題的名字就會盡量置中對齊 寫完之後 左右兩邊用Malala粗那邊來間線 因為手陣的關係 就一定要用間齊畫一條完美的直線 內文就主要用黑色的筆來寫 因為黑色筆對比其他顏色比較明顯和百搭 一些的重點字眼 又或者是中文的解釋 我就會用和Malala一樣顏色的筆來寫 好像紫色的Malala我就會配上紫色的筆 寫了標題之後 隔一行再寫內容 這些小標題就用Malala 右翼那邊來畫長方塊塊起去 方便自己用這些小標題來找內容 每一個小標題的內容完結之後 都要再隔一行再開始新的一段 三次我就會繼續用過預的會議簿 不會浪費了它 方便把同類型的詞組放在一起 好像一本自製的字典一樣 對於長時間學習的花目、課題、語言都好 值得開一本筆記 背貼中學的中、素、身、化、物、史、地、經等等 環繁了三年的學習時間 十幾本到三十幾本的書和參考 全部融色了一本 經過自己沉澱、消化、補充過內容的筆記 大家有喜歡我這個寫筆記的方式 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訂閱 還可以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寫筆記的小貼士 拜拜